安徽省交通厅厅长视频被官宣落马8天后 其妻子、安徽省财政厅社保处副处长韩建辉也被免职 安徽省财政厅官方网站4月25日发布 关于免去韩建辉社会保障处副处长职务的通知 通知称,经厅党组研究决定 免去韩建辉社会保障处副处长职务 通知落款时间是2019年4月19日 8天前的4月11日 安徽省纪委监委发布消息称 安徽省交通运输厅党组书记 厅长视频涉嫌严重违纪违法 目前正在接受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 接近安徽省交通厅的安徽政界人士向小编透露 视频是在4月10日下午被带走的 小编令证实 韩建辉亦于同日从安徽省财政厅被相关部门带走 视频夫妇被媒体和社会关注 原于4年前发生的一起持枪抢劫案件 2018年6月4日 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在中国裁判文书网上公布了 马建抢劫一审刑事判决书 根据判决书 2015年4月28日被告人马建和同案犯解某持气手枪等作案工具 进入视频 韩建辉夫妇位于合肥市包和区望湖城某小区的家中 截的现金人民币830,700元 美元28,980元 价值人民币288,815.72元的各类购物卡 消费卡以及手机、香烟等物 抢劫财务共计价值人民币1303,921.85元 案发后 韩建辉用家里的固定电话联系了其丈夫视频 视频得知情况后当即报警 2018年6月6日晚间 小编就上述抢劫案件联系视频 他当时告诉小编 纪委方面调查过这件事 次日小编独家公开披露了此案详情 官方公开简历显示 视频 1960年出生 安徽肥东人 1977年参加工作 研究生学历 管理学硕士 中共党员 视频历任安徽省统计局副主任科员 主任科员 安徽省政府办公厅主任科员 副调研员 调研员 安徽省地税局税正一处处长 直属分局局长 安徽省地税局副局长 党组成员 安徽省发改委副主任 党组副书记 2015年3月制备查 视频任安徽省交通厅党组书记 厅长 主持该厅全面工作 韩建徽系视频之期 历任安徽省财政厅行政事业国有资产管理处 副处长 社会保障处副处长等职 本期节目到此结束了 如果想获取更多内容请订阅 谢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